国民党副主席夏立妍 今天前往厦门参加海峡论坛 这次台湾各界超过了5000人参与 陆方拿出了高规格接待嘉宾 而中式的采访团队也独家执集到 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 布出了夏立妍入住的饭店 似乎是提前来代表陆方 先来低调见个面 夏立妍一行人 抵达厦门下榻饭店 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 早一步等在饭店 与夏立妍先碰个面 随后低调快闪离开 除了台湾政党人士 蒋家第四代 蒋经国长孙蒋有松 也被安排住在这里 这次海峡论坛 除了国民党 民众党 亲民党与新党都派出代表 台湾各界超过5000人受邀 是疫情三年以来 两岸最大的一场交流活动 但陆委会仍维持一贯的态度 标示海峡论坛 就是统战嘉年华 交流比断流好 我们也很希望 让两岸可以走得更好 我们也很想问现在赖清德 赖清德你说 你想跟习近平吃饭 那你为什么不来这里 直接来这里交流呢 我看他应该是没有这个胆量 来做这个交流的事情 不要都是嘴巴讲讲 今年海峡论坛上市出 1200个职位给台清 也遭到民进党立委称 这是统战部署 国民党中常委廖宜秀出席论坛 则喊话别无限上纲 民进党政府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让台湾接下来新年的交流 断掉千万不要发生真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 支台派的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今年首次将在海峡论坛亮相 是否贿赂网件一般发布会台措施 例如宣布解除两岸旅游限制 恢复台湾产品进口等 都将在17号海峡论坛大会给出答案 正线配于厦门采访报道